第一名叫鱼 叫鱼 這個世界如果沒有養鱲的話 會多了很多苦難 貓貓對我來說是 一顆羊 它治癒了我 兇它 無論發生甚麼事都好 就服用 我愛你 我現在有的貓貓就是有 Viru、Halu、丁門、彭彭 還有沒有?沒有了… Viru是我的人生第一隻養的貓貓 原來不覺不覺已經七、八年了 當時我只想養貓 有隻很簡單 上去才發現原來有這樣的地方 貓居住的環境是極差的 很快地那個繁殖場就說 你要不要的話,你不要的話 這隻貓我扔掉了 我就將牠帶回家 過了一個月左右 我醫生照一照就發現 原來裡面是有寶寶的 當時就是生了四個小寶寶 有三隻都相繼在一個多兩個星期之內 就逐隻逐隻地離開 直至最後一隻就是梳酢了 Viru的性格其實是比較酷的 我經常形容牠是冰山美人 雖然牠黏你,但牠的樣子永遠都是不滿 我等著你玩我,Viru 你不要那麼善好 但是梳酢呢,牠是比較激烈的 Viru反而是一路身體都不太好 牠是不能吃零食的貓貓 牠不能吃雞肉、魚肉、菊物類 總之有很多東西都是不能吃的 但是反而梳酢呢,是完全不寧善的 簡單來說就是牠有癌症 就算開過兩、三次 但是醫生都說真的拿不到腫瘤 當時就決定還是回家安寧治癒 我現在跟男朋友有一隻貓貓 叫做Haru,Haru是一隻啡金色的貓貓 肥嘟嘟的,很可愛 牠的性格就是比較… 若跡若你 因為牠有黏你,但又不黏你 你明白嗎?那種很遙遠的距離 牠喜歡過來,但你不能碰牠 牠心情好的時候,可以摸到牠爽 但摸到一分多鐘,牠就會開始有生氣 大家養貓正正是喜歡這道菜 最近我還要跟牠做一全心 牠叫我媽媽 對,我很感動 我立刻…不知道大家信不信全心 總之,開心的我就相信 介紹完我家裡的貓貓 就邀請今集的主角 丁滿和彭彭出場 牠們是我在指甲店養的貓店長 起初要替牠們改名時 看到兩兄弟相親相愛 就想到這個名字了 是不是很配合牠們呢? 為甚麼會叫丁滿彭彭 相信大家看到牠的顏色 還有有看這個獅子王 都明白的了 對,Kula Matata 當時領養丁滿彭彭 其實都是大家一起的決定 因為我們這裡是非常民主的 我呢,就跟流行的 領養是好事來的 極支持,我們有能力就做這件事 我是Jessica 我在這裡做店長 我想也有七年? 丁滿彭彭大概2022年4月的時候 其實牠們當時很小 當時牠們是流浪貓 牠們是跟著媽媽在街上生活的 我朋友見到這麼慘 就把牠們帶回來 看看我們會否有人需要領養 那麼巧合牠們就聯絡了我們 我們之前有一隻米米就離開了 我們當然是深思思 因為每個人都喜歡媽媽 而西米就是我們指甲店的 第一代店長 在2022年2月 因為心臟病所以離開了 兩個月之後 機緣巧合之下 丁滿和彭彭就出現了 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 牠們應該是西米派來安撫我們的天使 牠們的性格 我覺得彭彭其實有胃食 但牠又很害怕 牠很害怕 甚至乎有時都想問一下 全心究竟你害怕甚麼 我覺得丁滿牠們比較黏人 特別是黏我們的店長 因為有時候整整一下鴿 你都會看到牠們 然後不斷地爬上我們店長 Jesica的身上 有時牠們都會跳上我登機上 坐著看著我們做事 很多客人都經常問 有沒有搞定你們的東西 全部推倒了 真的完全沒有 牠們真的很知道我們找食工具 可能我們沒得吃 牠們就沒得吃 回來我們第一件事 當然是要招呼牠們倆的圍 先把牠們蒸熱的食物給牠們 蒸雞柳和南瓜 做好兩個星期就放在冰箱上 每天就回來燙熱給牠們吃 會不會很餓 很熱嘛 不吃得住 你也以為 試過我們不小心 放了一批的剛新買了十多條的醬醬 然後牠們一晚吃光了 吃到一地都是 翌日還要飽得吐 應該說是 牠們兩個很餓食 還要吃黑洞 尤其是胖胖 看見牠們很瘦 但牠們吃得很多東西 唯一是很怕男生 尤其是上了年紀的 年輕人反而好一點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都是女生 來做指甲、美容 女朋友上來做指甲 男朋友會有時陪著 他們上來的時候 然後牠們就馬上離開 話說因為在這裡裝修的那段時間 不知道是否因為我又有柔柔 明明白蘭 其實我已經盡量細聲了 裝修師傅也盡量年輕 不是男人的 不是,是男人 不過盡量年輕 但我覺得牠們都害怕了我 現在沒有以前那麼黏 我以前拿了一顆燒米上來 牠都會追著我的 我跟丁滿彭彭 本來很友善 不過最近我們的關係 就出現了裂痕 丁滿彭彭 別管我了 你猜我可不可以接近到牠呢 要很自然 要裝作其他東西 來吧 啊,行了… 哎呀… 糟了,我太激動了,對不起 丁 彭彭 丁彭 完全看不到 很厲害 為甚麼牠們永遠都可以 去到的地方是我找不到的 特別彭彭 彭彭牠躲得超厲害 有一次嚇死我 我弄一弄一弄東西的時候 偶爾是不見了 我是翻了三樽床 都是見不到它 到最後它竟然跟我躲到廚房 但最神奇的是廚房門一直關著 究竟它是怎樣進去的呢 是時候出殺手間了 正 很香噴噴的 你不吃我會舔的 肉不在 肉不在 在哪兒 一時求它們現在躲在哪兒 中間 中間 好 看 看到了 這裡 過去了 都說它怕了我 阿鵬,麻煩你 給面子吧 已經很累了 最重要是它們開心 如果它們怕了我 我就少一點上來 唯有整甲才上來 自從廳門和彭肯來了之後 就令到指甲店充滿新氣 我們的員工個個都是貓爐 當成兩隻貓是自己的同事 上班都寧寫開心 而且還有很多客人 特地為了它們 慕名而來 進貢咫咫 和零食 這兩位店長 真的能做到事 我想難忘事 就是近日發生的 最難忘的 因為太新了 上個月尾 我們是有個小裝修 兩天而已 但是又怕油漆 可能影響到它們 就想著 訂一間漂亮的酒店 讓它們睡覺 其實它們入籠都很害怕 每一次經歷都是看醫生 有一次就做絕育 那次我打算抓它 進袋裡 尤其是抓丁門的時候 我們沒有想過它這麼大反應 我們兩個同事一起抓 誰知道它一反手 就划算了我 這隻手就是這個 對 它們沒試過的 幸好那天我就 剛剛幫它剪了手指甲 如果不是更傷 之後我們都不敢帶它去 就放棄了那兩天的Staycation 唯有晚上回來 可能看著它 因為它們看到裝修師傅 是很害怕的 突然我覺得 彭彭多了我的技能 就是裝修完之後 人家說 貓會震尾 震尾 他們就是我愛你 彭彭就 之後見到我的時候 不停在那裡震尾 很感動 不知為何 如果你幸運的話 來我們這裡 做眼睫毛或者做甲 是可以有這個戀功服務的 是我跟他們最親近的那一刻 就是做睫毛的時候 因為他們曾經試過有兩隻 都在我的肚子裡睡覺 真是幸福 其實現在有這麼多隻貓貓在身邊 是很開心的 譬如回來指甲店 然後又有貓貓 回到家裡又有貓貓 真棒 有貓就開心 總之一打開門 看到牠們 無論是避開你也好 或者歡迎你也好 都是很棒的一件事 所以大家養貓 領養